侯爷,您也看见了,儿戏是四少女,没有亲近的兄弟姐妹,刘莲就是我的姐妹,她弟弟,也是我的亲弟弟,所以我肯定是要参加她的婚礼的 好,行,到时候你们需要人手,和夫人说一声,待着就行了,如果紫燕不上战场,可以亲自护送主仆二人,也许两人的关系也要回旋余地呀 小姐,奴婢刚刚演的像吗? 亲戚百花奥斯卡,你选一个 奴婢不解,亲戚百花奥斯卡,是什么意思啊? 三个表演奖项,给你一个最佳女配角奖,选吧,今天晚上就给你调奖杯 小姐是在夸奴婢吗? 奖都给你颁了,还不是夸呀 奴婢多谢小姐,奴婢不要什么奖杯,只要小姐夸奖奴婢,奴婢就高兴了 啊,命运真是有趣,之前着急要经验时,得蹲在乱分岗捡尸体 现在不着急要经验,竟然出门走走就能碰见瘟疫 在家等着,就有账答 恭喜小姐,犹如天主 不过,小姐之前着急要经验,是因为还依附瑞王 现在您有瑞王当靠山,就不用去前线涉险了吧 回头我们再找几个男理相那种瘟疫,吃一吃不就行了 你以为男理相的经验很好拿啊? 我们是碰见九皇子那傻小子了,换个人,就得把我们抓起来,逼问药物来源,还不如去前线,兵荒满乱的才好蹭经验 别以为我依附瑞王,我就安全了,如果瑞王变心了呢,就算瑞王不变心,也许瑞王明天死了呢 瑞王如果安全,能被烧成那样,瑞脸你永远记住,靠人不如靠己 小姐教训的是,刚刚奴婢又犯糊涂了,弟弟失踪,父母双亡,被亲人卖了,险些丢了性命,竟然还想依靠人 小姐说的没错,不要依赖任何人,永远要靠自己 上回男理相蹭的经验,还剩了不少 我兑换一点抗生素,缝和用的线,直接换可吸收的缝鞋 虽然浪费一点经验,但不用拆,省事还不会漏下 嗯,器材也得多换几套,一用棉可以换一点 纱布,纱布就算了吧,等回头我一走,上员拆包扎,眼看着纱布消失,解释起来多麻烦 小姐不是刚说不用空间里的纱布,怎么又掏出来了 我教你包扎喝缝盒吧,一旦忙起来,你也得干活 啊什么啊,不愿意学 愿意,奴婢愿意学,只要小姐教的,奴婢都要学 学就学,哭什么哭啊,沈公鸡但凡有你一半的上进心 红叶也不会这么郁闷了 哎,你黑眼圈怎么这么重,脸色也憔悴,没睡好吗 没,没什么,我的脸都已经被烧成了这副模样 他还能看出黑眼圈,怎么看呢 即日不见,他又漂亮了 听超年红的意思,皇上给了他五天的准备时间 之前孙元帅已经调兵前将结束 红叶只要交接一下,再稍微调整一下便可 他们行军的速度快吗,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你去左手边第二列,然后拉开第三道抽屉 不如这次跑去拉开了,里面有几卷地图 都拿来 好,什么破地图啊 都不如现代小学生用的地图经买 你看,京城在这个位置,而前线大概在这几座城 其中超廷兵马主要驻守在恒山城 他们队伍人多,肯定要走官路,便从这里到这里 好长啊,好长的手指啊 是啊,确实很长,很长的一条路,小子好些天 深造孽 这么好看的手指主人,却比烧得这么惨 别担心,路途虽然长,但会紧张让人把马车布置得舒适一些 不会太过辛苦的 哦,大部队走官路,我们走哪条路 应该不会走官路吧,否则撞上就不好了 还有这条路,从京城到凤山,再从凤山到复宁 从复宁到济州,这么稍微绕一圈,最后到恒山 或者从京城南下到茂县,乘船安走水路 大概五天的样子,从庄河登陆向北走 大概一天的时间,也能到恒山,水路能更舒服一些 不过这两条路,我需要命人提前探查,之后我们再出发 行,听你的 真轻松啊,瑞王真是解决太多麻烦了 否则,爱得拉着猪榴莲一路探路过去 这样就好了,神仙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赶路的时候,你要不要和我一辆马车 哦,不行,路上我会很忙,得交流连一些医术 培养他注射,以及训练他缝合 你别看我给你缝合是很轻松 实际上,当年我集中练了三个月 毕竟医术缝合,需要用持针钱,他得练一阵子 原来如此,辛苦了 可怜兮兮的,白瞎这尊贵的身份了 晚上休息时,会见面吗? 当然见了,就那么几辆马车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想怎么躲? 那就好 狗皇帝,这么个美人胚子 说烧就烧 也给姑奶奶机会 否则也得让狗皇帝感受一下毁容的痛苦 两人又围绕伪装军医,聊了好一会儿 不知不觉夜深了 门外传来恭敬的敲门声 是切磋结束的李云池和朱榴莲 进来吧 慕容珠却见朱榴莲回来 天色不早了,我就不打扰王爷休息 你在这儿睡,否则 晚安 你还早些休息,云池,去送送他们 是,王爷 随后,李云池便送主仆两人 回到千瑞院的院墙 榴莲姑娘,用我帮你翻墙吗? 多谢李公子,不用了 随后足间点地,蹭的一下就跳了起来 跳得真高啊 真是讨厌死了 为什么身边的人都这么能打? 还好,有锐王 锐王没有武学天赋 还有个垫底的 真是讨厌死了 姑娘家家的 为什么天赋要那么高啊? 还没等李云池感慨 却见本来跳过去的珠榴莲又跳了回来 小姐,如果您不害怕 让奴婢试试 带您跳过去好吗? 慕容出去当然同意了 毕竟男女有别 每次都让李云池忘来抱去 影响不好 于是,珠榴莲就抱起自家小姐 轻轻松松跳了过去 应该走水路 跪跳大船 这样就能经常见面了 就顶水路吧 小姐,您说 夫人会不会心软啊? 多半会 一个人 哪说黑话就彻底黑话 得多大魄力 得经历多大磨难 虽然沈夫人现在也有失望 但程度上 我觉得不至于 小姐的意思是 沈夫人就生气几天 回头又傻白天 肯定打回原形 只不过 应该比之前有所长气 却在这时 沈世子在侍卫们的簇拥抢下了 沈世子也是一身铠甲在身 一反平日里的顽固形象 俊秀挺拔 玉树临风 小姐 奴婢突然觉得 如果侯爷不逼着沈世子读什么书 继续当武官 好不好会更好 够呛 我觉得沈公鸡现在缺的不是学识或者武功 而是缺心眼 同样缺心眼 文官和武官的代价 可就天差地别了 文官缺心眼 最多被别 官武官缺心眼 搞不好 有性命之妖 所以我认为 侯爷的判断是对的 这么缺心眼的人 就要多读书 小姐说的对 和他说一句话吧 我们去的是战场 要做最坏的准备 是啊 他们是去战场 而不是普通的公差 虽不至于九死一生 但也要做最坏的准备 对儿子怨归怨 但想到儿子如果战死沙场 沈夫人的喉咙瞬间噎了个东西 胸腔有一股子怨气 恨意涌上 你这个孽子 孽子 孙世子低着头 看着柔弱的母亲 也是心如刀割 看吧 就在这时 孙世子却突然抬头看过来 母亲 孩儿去喝麻 阿雀 说两句话 行吗 去吧 态度好一些 沈子言点了点头 之后在众目睽睽之下 向女子走去 小姐 她来了 不 沈子言走到女子面前 目光复杂的看着她 你有话对我说吗 有 有戏 太好了 终于要破镜重圆了 就是说嘛 百年修德同传度 只是中间出了一点点差错 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呢